趙康說 我比你們還早對國民黨不滿 關我什麼事 我以為你也是年輕人 你覺得趙康這樣講是什麼意思 先講一下 趙少康他 為什麼要笑 我都沒有 怎麼樣 還沒笑我 很奇怪 趙少康他面對 他這次參選之後 他面對媒體或是事情 你擋零比他九 我擋零 不一定吧 他加入國民黨 三年 他三年生有嗎 你得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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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錯 我的錯 不要挑剝離間 我們先講 趙少康這次參選的時候 他不管面對年輕人的問題 然後到學校演講 然後這個座談 然後包含媒體的問題 他基本上不太逃避 他直求對決 那包含他剛剛看到 他上柯隆夜夜秀 那個流量真的不錯 而且因為同時 其實跟他一起上片 是柯文哲另外一個片段 據說柯文哲那個流量 都沒有他好 那所以趙少康 他這樣子一個個性 他的確讓年輕人去蠻喜歡 就是說有一個這樣子 講話比較直接 不扭捏婉轉的一個政治人物 所以他今天 年輕人問他說 這個國民黨 吸引不知道年輕人 他說關他什麼事 大家看他這個 他通常大笑 但他的意思不是說 我是趙少康 趙少康是我趙少康 你國民黨是國民黨 他意思是說 之前這三十年 的確他離開國民黨 然後國民黨這個 沒辦法爭取到年輕人的 這個支持 但我現在趙少康不一樣 我回來了 我回來之後 我面對這些新媒體的方式 我有機會讓國民黨 再跟更多年輕人接觸 他也的確 他這一次帶回來之後 建立起的化學效應 也是過去這幾年 國民黨比較難 跟年輕人建立起一個連結 所以我舉個例子 以前賀榮業的銷售商 當然韓國瑜是上過 但是其實比較多 他來問到藍營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類似這種網路節目 藍營政治人物對網路節目 過去是比較擔心的 不會啊 韓國瑜很會啊 我就說韓國瑜以外嘛 韓國瑜我們 我們韓國瑜 韓國瑜四年後還是經典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指說 就是說你知道他 所以他這樣子 在這一次選舉裡面 的確對於跟年輕人之間連結 趙孝康他激起來滿大的效益 也看得出來有一定的效果 那他的意思說接下來他這個 當副總統之後 即便選上之後 在國民黨他一定是緊密配合的 也會讓國民黨更多的去跟年輕人去做連結 好那朱立倫今天早上被問到這一題 記者問他說被年輕人討厭國民黨跟誰有關 朱立倫回應說國民黨就是要改革 才會提名侯友宜跟趙孝康 所以宜翔你也是年輕人 就年輕人聽到朱立倫這種回答 你覺得會買單嗎 我覺得超好笑 因為其實趙孝康在罵國民黨 其實重重也就是在罵朱立倫嘛 朱立倫嘛對不對 朱立倫就是國民黨黨黨主席 這國民黨多少人對朱立倫不滿呢 其實要講真的也講不完 我相信維園這個也不用問下去 我滿滿意的 所以我說我相信 所以我說我相信問你也問不出答案 你要問蕭敬妍 我就說又專業才是蕭敬妍在同台 然後他其實也繼續罵這個朱立倫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知道國民黨內部 有很多不同分歧的聲音 但我覺得這個超好笑 為什麼呢 因為就帶到國民黨每天說 我兩岸可以達到共識 你自己黨內都沒有共識 你還去跟對岸去討論共識 你跟民眾黨要討論共識 討論浪費大家半年的時間 那你說我可以跟中國有共識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彰顯國民黨 他最基層最基底上的一個核心問題 這核心問題就是說什麼 國民黨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你顯然說服不了年輕人嘛 趙少康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是在承認他說服不了年輕人 因為他就是在講說 我知道你年輕人不滿國民黨 那他接下來不是說 但是我要讓說服你支持國民黨 或我要讓你了解國民黨如何改變 他不是喔 他說我也不滿國民黨 我也不滿 那這個是一個改革魄力嗎 不是 這是要行銷自己 不是 這是切割了嘛 這已經是百分之百切割了嘛 所以我說國民黨到現在找不到定位 兩岸找不到立場 年輕人找不到吸引力 但這重點是什麼 所以打選戰剩下什麼 你沒有任何正面的訊息可以講 所以只有每天負面攻擊 你國民黨剩下就只有這樣啊 所以林陶舉行這場記者會 就充分展現 國民黨已經不知道怎麼選舉了 已經選不下去了 國民黨要做這件事情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大家聽了不覺得很荒謬嗎 如果賴清德 真的財產申報上十幾間房子 其中一間漲了八百萬 我覺得那就算了 你去罵 你去吵 你開記者會 算接受 欣然接受 他就只有一間耶 他就只有一間耶 而且他還是負債連連耶 我就說他應該要好好跟侯友宜去上理財課 因為侯友宜超會理財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賺錢 學生也可以賺錢 草地別也可以賺錢 到時候可以賺 說你侵占人家的土地 然後可以說我買下來 我把錢我買下來之後 把整合之後 思考了 肯定也再次賣出去 所以我就說 侯友宜跟賴清德真的是天差地別 我最後講賴清德的部分 其實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因為這是公開資料 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 他的這個存款多少 兩百多萬 兩百一十五萬 他因為房貸的關係 負債多少 一千三百八十六萬 他炒什麼地皮 他炒什麼地 他連房子現在賣掉 他所賺的錢都彌補不了 他現在欠了這個房債 負債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荒謬的說法 所以我同意剛剛你知道嗎 講的 就是說林濤真的是豬隊友 因為林濤去講這些事情 再度提醒台灣人民 說其實賴清德在辯論會上講的一點都沒錯 他是所有候選當中唯一一位沒有炒房 沒有炒地 而且是完全連鎮的一個人 所以這就是選民一月十三號即將做出選擇 要不要支持心向只有國家的一個人 還是要去支持每天想我要如何運用我的職位來炒地皮的人 好那侯友宜剛剛這個鄭浩在講說為什麼他們的這個市政府的政務官要出來開記者會 是因為暑假結束了要趕作業 老師要上班了 對對我們我們當學生放過暑假都是這種經驗 前面前面都在玩 最後五天開始協作業 好那趙浩康呢 所以我現在我也亂了 我也不知道他中長總長到底遲不遲 因為他遲又說不遲對不對 然後記者就問他說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要不要辭呢 趙浩康說中廣董事長跟新北市長不一樣 侯友宜要不要辭是見仁見智 侯友宜昨天有接受我們這個三立財經臺的訪問 陳北娟訪問他的時候有問他這一題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今天是國民黨徵召我來參選總統 當然徵召一定要我答應 我也在當新北市長 我當新北市當了五年了 當然很多事情我已經有解決 但很多事情卡在中央沒辦法解決 大家聽懂沒有 就他有沒有解釋他為什麼不辭新北市長 所以陳北娟繼續問他說 那這跟你辭不辭市長有關嗎 侯友宜再說一遍 我跟你說真的 我新北市長 我一定要把中央做不到的事情 我如果當總統都會來解決 朗東你聽懂沒有 這個韓國瑜講過啊 韓國瑜當初還選的就是說 他讓高雄市長沒有辦法為高雄 摸起最大的福利 所以要去選總統 Yes I do 韓國瑜當初是這樣講嘛 所以他是Copy韓國瑜 當初侯友宜還特別在市政府拍了一個影片 說那個市長跑去選總統 哈哈笑死人 結果他現在過四年之後 做一模一樣的一個事情 那你韓國瑜如果覺得中央有哪一些預算 沒有撥給你 哪一些軌道哪一些捷律 讓你辦法蓋 直接的就一個一個講出來 不要用這種影射這個方式喔 然後去推薦你自己新北市長的一個責任 那有意思的事情是說呢 現在大家為什麼要去討論到呢 這個他為什麼要辭 因為這是個氣勢的問題 你就覺得我穩贏了 我總統委員會上 這個立委會過半 他就把市長辭掉之後 就會推波助然產生氣勢嘛 結果他一開始的這個回憶 就是說如果我當選總統呢 我新北市長會盡忠職守 做到最後一天 那其實他就是沒有要辭啦 他說假設他選上了這個之後的話 他就會做到520就職前 他還當新北市長 但是他為什麼現在不辭呢 他辭了之後 就讓劉和然或是其他人 就可以順理成章的當代理市長 新北市就不會沒有一個正式的這個市長 去運行職務 也就不會發生什麼土塵五十幾槍 還有一些社會安全網破洞 整整的一些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國民黨遇到的 是整個氣勢上面的一個衰弱 包含趙少康他面對這個年輕人 不喜歡國民黨的質問 他竟然說我不是國民黨人 這個三十年都跟我沒有關係 重點是說趙少康他過去在2020年 也是反罪給十八歲公民權 他也是反年輕人 還拍桌說什麼的 說不給年輕人投票 就不給怎麼樣 他後來他又翻轉 為什麼 他發現好像青年人的話 也有機會支持他 他這個時候看他為了選票 他又回來支持 天山倒似的降改 所以你要說朱立倫說 如果照照康可以爭取照青年選票才提他 沒有嘛 他從頭到尾就是站在深藍的立場 為深藍的去服務 最後我講 為什麼賴新澤這個台南家 也要被攻擊的事情 其實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是說他們就很害怕這個 凱旋苑 新莊列地 馬雲軍洩密 這些事情持續延燒 所以他們就丟一堆煙霧彈 他們每丟一個煙霧彈 我們就要花前面 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解釋 就少一個小時的時間去討論 侯友宜新莊的這個進度 討論了這個凱旋苑 那個租金到底是怎麼樣 是分配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確實 是已經是沒招了 所以才必須要透過這些煙霧彈 稻草人的方式 來分散大家注意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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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